水色也曾经参与跟围剿 跟受补丁爽文的事情有关 这一年串历史事件下来 邵族跟外面的连结就很密切了 在大陆岛这边的话 它的年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一千六到一千 那里面其实非常有意思的 就出现了花莲丰田的玉 还有玻璃珠跟铁器 每周日晚间十点 跟着我们一起看见台湾 任势南岛 感谢观看